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炸药化学家大卫查韦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技术区 9.将一个可荣荣铸造炸药的被子倒入一个铜屋中 位于马里兰州埃伯町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 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融住爆炸材料 这种材料可能是在消极甲本更通常称为TNT的核实替代品 洛斯阿拉莫斯炸药化学家大卫查韦斯说 军方核实验室透过联合军货计划 一直在寻找TNT的替代者 无毒或低毒的东西 融点核实可以液化和铸造 用云各种大药 新分子是一种氾酸化合物 称为双语二作 查韦斯几十年来一直在洛斯阿拉莫斯开发高大爆炸化合物 特别强调低爆炸敏感性和良好的环境性能 查韦斯说 一向重大挑战是提出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将大大超过TNT的爆炸能量 但仍具有融无助到能力 当设计一种可融融焦注 在性能又很高的分子时 由于许多障碍 通常会遇到许多挑战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从合成过程中获得足够高的材料产率 早期的程序只产生4%的产量太低而不深入和负担不起 经过多次反复 科学家们把产量提高到44% 5-2座的基础 5-2座的基础爆压比CNT高50% 他们与杰西萨巴迪尼和阿博丁的同事合作 研发出一种充满在气的24原子分子 其性能比CNT7高了1-5倍 全称是双1-2-4-5-2座双亚甲G2胶酸值 研究将计时以千克的规模生产这种材料 进行一系列报价测试 以及未来的毒性研究 去疾病控制中心介绍 环境保护书已将TNT列为一种可能的致癌物 接触这种物质与血液紊乱有关 除凭血和肝功能异常 TNT最初由德国化学家朱利耶斯维尔布兰德 于1863年之辈 但直到了1891年 才发现它作为炸药的全部潜力 TNT自1902年以来 一直被用作弹药炸药 这项研究与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 有机会出研究与开发 A化合物的分子构想 和B严比周观察的经济堆积 蓝色虚线表示分子类相互作用 而红色虚线表示分子间接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